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們有上了一集 我跟阿輝 我們去日本住的飯店 然後呢 我上面的封面就寫說 一碗只要1500 結果下面的粉絲整個炸掉 他們去查了以後 3000 查到4000 然後他們就問我說 到底我是怎麼訂飯店 可以訂到這麼便宜的 不是前兩年就先訂了 前兩年 而且我以為你們會睡一起耶 結果你們怎麼是分兩間房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太便宜 我們說 但我們一人一間好了 比較自由啦 如果有人打火怎麼辦 不是喔 我們那一間1500塊是 可以兩人入住的喔 因為那個櫃檯問說 你沒共四個人對不對 然後我跟阿輝說 我們兩個人 然後他們就很傻眼說 他你們兩個人 然後一人住一間 雙人房的房型 重點是才1500 好啦 那我今天呢 就是想說 教大家 我的撇步 我到底 怎麼樣可以訂到便宜的飯店 然後你自己呢 還賺到 我覺得這很重要耶 因為現在統統嘛 然後大家又很想出國玩 一定要經濟又實惠啊 是不是 那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我現在以東京 因為大家都想要去東京 因為接下來呢 可能還有櫻花 秋天還有散風 那到底什麼時候要提早訂會最好 到底要怎麼來訂 我們今天呢 都要跟大家講 不過講之前我先跟大家講 你知道東京有多少家飯店嗎 超過5000家 你到底要怎麼選 我今天教大家的呢 我會先排除一些房型 Airbnb 因為Airbnb比較亂 比較亂的原因是 有時候可能房東會給你放鳥 偶爾曾經發生過 這種的我不推薦 但是還是有很多很棒的 Airbnb的住宿 但是今天不討論 今天我不討論 我今天討論的是正常的 比如說我去找飯店 那我會從哪些地方來著手 包含第一種 因為你知道 便宜等於什麼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 我只要訂到房型很小 Tim嫂走過去 會踢到行李箱的 我一定會被揍 這種我不推薦 不會被揍啦 就是你睡地板而已 還好嗎 但是我真的曾經有住過 因為那個地點超棒 只是那個房間小到 我永遠記得是人行兵站 然後呢 你知道進去之後 第一次跟他去日本 反而期待 結果打開是 加大一點點的單人床 他在陰謀 你怎麼明顯 這字頭上一把刀 不是 我一定要解釋 當時我真的沒錢 所以我會找很便宜的 這個應該是一般人的想法 他怕風一轉有點想落淚 第一個我要找便宜 因為我以前 現在還算負債 但是現在比較住得起一點 只是說 我覺得CP值還真重要 但我當時就是因為 我先看說他錢比較便宜 地點又好 我眼睛都沒眨 我就直接把他訂下去了 可是那個點真的很好 因為地鐵站一上來就到了 對 可是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迷思 第一個 最便宜不代表是最好的 然後你要怎麼來看這個房型 我今天會叫大家實戰 我先講說我一定要挑的是 好你算小的房型 然後行李箱一定要打得開 這是很重要的 再來就是第二個 交叉比對 現在很多訂房網 hotels.com 我今天不是沒有業配嗎? 然後還有那個 Hotels Combine 是他會做一個比價的動作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booking.com 這三個是我自己最常用的 而且我都是會員 我們在交叉比對 你知道下面有些人都會有評分 你今天點到這個房型 你覺得他很便宜 你喜歡的 你要看一下下面的評分怎麼樣 有一點時間的話 交叉比對一下 你知道Google Map 現在也可以定位出 比如說你要訂的飯店 Google Map下面也會有評分 對對對 就跟餐廳一樣可以評分 這非常重要 我全部交叉完後 我才決定說 我要不要下手 然後再來就是 位置很重要 什麼叫位置很重要 進地鐵啊 進一些新幹線車站 這種都很重要對不對 可另外一個更重要 你要去思考 要動腦 助理要動腦 你知道嗎? 沒有我要跟助理講 就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住到的 這一個飯店房間 他雖然很便宜 可是你的交通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到你今天想要去的地方 對 比如說轉車 他雖然可能離地鐵站很近 但是你每次都要轉三四個線 喂 你就頭暈了好不好 再來就是說 你今天想好 你今天要去的一些地點以後 那這些地點 最多能轉車兩次 這也是我的考量 你不要就是因為 有些人會真的覺得 價格最便宜 但是很偏遠 那我每次搭車都要花一個小時 你甚至於你可能今天住在東京 你住在可能某一個偏遠的 靠近成田機場那邊 結果隔天的行程 是要去富士山 哇塞 你這個車程 你要多久 這個也是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 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位置 再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的平價 就是說這個服務態度 然後這個房間的整潔度 清潔度 這幾個很實用吧 但是講歸講對不對 我們要下來實戰 我實戰 我先講 Hotels combine比較網站 我就不講了 他就是會去搜尋 我剛剛講的 agoda booking.com hotels.com 會去幫你做比較 但是我想要針對的是 我等一下會拿agoda 來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但我先講 在前面 每一家的那個 訂房網站 都會有行銷手法 什麼要使用銷手 你知道嗎 只剩一間 目前15個人 正在看這個房型 還是要造成你想要趕快下手 然後你就會失去判斷力 我曾經這樣被騙過 我沒有說不好 但是呢 我也實驗過 他寫剩一間對不對 我過了一個禮拜 我就去看 那剩一間還寫在上面 可是因為每天都會有人訂房 怎麼可能 我還看到有一間 30個人 正在看這個房間 那我想說應該訂不到對不對 我過了一個月以後 我去看 還有 不定同一個時間段 同一個時間點的 就那個房間還有 對啊 如果那麼多人那麼熱搜 好 所以行銷手法 我們就看看就好 但是有一些行銷手法 我們要把它放在口袋 包含什麼 他們有時候會配合一些信用卡 比如說像美國運通 Agoda就有配合說 你今天只要用Agoda 美國運通的專屬的一個網頁 他下面的一些房型 都是可以打什麼92折 八級折 這個要放在口袋裡 或者是你被這些的網站 列為VIP 就是你常在這邊訂的 那他就有時候就會發一個email說 現在有限時優惠 你要不要開啟 信不信 我現在開Agoda給你看 他就會跳出來 聽起來怎麼有點像財富自由的 他隨時會推播給你 你隨時可以去的感覺 來 你們看我Agoda上面寫VIP有沒有 購的耶 旁邊還購的耶 是不是 你都帶誰去 我好像沒有那麼常出國耶 沒有 那個助理常拿我手機去訂房 嚇到我想說你帶助理去 嚇到我 我們講完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就有一個優惠 然後這邊優惠有超多個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他還有折扣什麼懶人包 然後他有時候都會發一個信 來說 你現在打開他 目前限時優惠 那像每一個訂房網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 跟行銷手法 那像這些 我個人覺得 大家一定要都去看看 有時候 會有一點小價差 為什麼 搞不好這個飯店 跟hotels打看配合 我就是看過這個 對不對 在不同的網站看 可是為什麼Agoda 我要看的那個房間 超級便宜 像我們這一次 我跟嫂子 我們四月要去日本 然後 然後我們有去住新野集團 就新野集團 自己的官網價格 竟然比我剛說的 Agoda Buki.com 還便宜 是不是 所以各位 去一個地方 先做好這個功課 然後做完功課以後 再第一件事情 把你的信用卡拿出來 那信用卡拿出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幹嘛 你知道嗎? 先看一下你信用卡 那個刷卡點數 因為信用卡點數 還會跟什麼有關 跟你坐飛機有關 里程數可以換機票 甚至里程數可以換 免費的飯店 我也不瞞你們說 我這次跟阿輝去東京 我的機票就是里程數換的 所以我等於是免費去的 少至我騙他 我要帶他四月去日本 我們兩個人 機票也是用我的里程換的 你騙我的什麼? 我跟你說 我花錢 帶你四月去 講到騙這個字特別的敏感 沒有 事實上我是用里程 但是不是 我全部都是用里程數換的 里程數這件事情 我以後再教大家 如果這一集大家反應很好的話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實在 我開Agoda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導演就來 還是叫誰 最近有誰想要去日本的 他喊一個日本 然後時間點 我現在就收給大家看 我們直接實測 我教大家 我是怎麼來選這個飯店 那一樣去東京好不好 來 我們先選日程 假設我們是兩個月前好了 我去五天事業好了 五月十號出發 五月十次回來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你不要一直換飯店 因為有時候你連續住的話 會有連續住的折口 所以特別重要 好了 假設我選這裡對不對 那我確定試玩 人數 假設就是我跟Tim嫂 兩位大人 這個時候優先顯示 限時優惠 最低想到八折 你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就已經出現了 我就先把他打勾 收出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就有顯示出 目前有哪些的飯店 然後這邊有寫說 什麼持價格 只限一間 所以這個 就要繞回另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講的 訂飯店 你們金額是落在什麼地方 你要自己先把換算出來 然後這邊我會看什麼 第一個就是他的星星數 比如這個星星 有四顆星的 四顆星一定是不錯的 我的最低能接受的星星數 是三顆星 像這個是三顆半 然後你再往下 我就會看一下 親愛的你慢了一步 本站已經完售了 這一個三顆星 但是他的評價 有到8.9個讚 是不是很不錯 那我現在看到了這一間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點這一間嗎 為什麼 這一間就是他新開的 2023年新開的 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跟Tim嫂 這一次去的第一碗就是坐在這邊 然後被我看到了 我剛剛其實有進來看 4月7號 就是那時候我們要去東京的那個日程 你知道怎樣嗎 他已經完售了 就是已經被訂光了 因為這個飯店是3月底才剛剛開幕 算是蠻新的 因為我們還想去拍開箱 然後他的金額 你有沒有看到 17619 我們進來看房型以後 你除了錢以外 旁邊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這個是現在多的電房網都有的服務 包含第一個 他有說在5月5號前 你可以免費取消 這個你一定要 因為我們人常會變 像你知道我4月7號要去的 我還沒扣款 所以第一個 他可以免費取消代表 你可以先把它拿下來 你拿完一些以後 再自己去決定 哪一間要哪一間不要 再來第二個 他還可以延至5月3號 才能自動扣款 這個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你剛說多少錢 17000 日幣嗎 台幣啊 他好貴喔 他下面有寫一個叫 所以你要用這個 17619除以4 一碗大概4000多 但是喔 你再往下滑 你知道為什麼往下滑嗎 因為目前跳出來這個是有副早餐 你去東京 你會想要吃他的早餐嗎 不會嘛 所以你往下看 他這邊有說 有一個房間 是只要13561而已 但是呢 他一樣有副早餐 只是說 他住的人 他有限制 他只能限一位大人 好 所以你有時候可以往下去看一下說 像有一些 就有吃早餐 沒有吃早餐 就差的快一千塊 這個其實也是 一天如果差的快一千塊 四個晚上都差了四千 所以你看喔 我先把他按回來 我去找一個大家覺得比較划算的 這間跳出來了 品川東武 就是我跟阿輝去住的 那我點這間給大家看好不好 三顆半 你看這邊就有瓶件 房間很大很舒適 這個瓶件就是我教大家一定要看的 然後呢 重點是一樣 我們去看一下房型 一萬四 一萬六 有一萬耶 一萬是什麼 單人房 然後一萬 我跟阿輝住的這個 就是小型雙人房 禁煙的 他四個晚上要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二 是不是很便宜 但是呢 旁邊有那個大小 要看一下 我跟阿輝住的這個 是14平方公尺 如果是我 我會選下面這個 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大小是 二十一平方公尺 大很多 而且是兩張單人床 少吃兩張單人床 你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可以 來 我們以呢 剛剛那個 品川東武飯店 5月10號入住 5月14號 Check out對不對 結果你看喔 我到了hotels.com 他沒有房型了 網站已經搶購一空 但是我到了booking.com 這裡 他有四碗房價 有一個是一萬兩千九百九十四 然後一個是一萬三千九百零六 差在什麼地方 差在有沒有早餐而已 下面那個是有包含早餐 上面是如果你要早餐加價的話 就是我剛講的 早餐加價要三百一十九塊 這樣比下來 剛剛他是多少 一萬一有一萬三的 哎呦 最少見那個一萬一 所以這樣比比你就知道說 那我如果一樣要住這裡 我品川東武 到底要用哪一個訂房網來訂 對不對 我覺得我講這麼多 好像還講不完 但那個導演說 我講太多了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但你知道 其實還有一個小技巧 可能以後才能跟大家講 如果你懂一點日文 你可以去日本的樂天網站去訂 他的那個訂房網 裡面的房型 有一些是 針對只有日本人 有人知道 有些房型是可以射出給國外 有些房型是日本人會有的 所以房型會比較多 飯店選擇 有一些可能我們在我剛講這網上看不到 他都有 是不是很不錯 好啦 我跟你講 我們等這一集完了 應該先教大家如何去累積底層數 就這樣 拜拜 我們願你 kepsel你有先承れた 的 你的 meio 邊 那 bolt carefully 感谢观看